多奥同学你们好 下面呢我们来介绍 期权的这个估价模型 我们在前面给大家讲的是 这个期权的这个估价的这种原理 我们又包括这个复制原理 还有这个分险中性原理 但是呢大家看到 就是我们如果利用这个复制原理 或者分险中性原理 可能我们要考虑什么解方程啊 或什么这样的 就是不便于模型化 所以我们下面给大家介绍呢 就是利用一定的这个估价模型 来估计这个期权的价值 那么如果模型化以后 其实我们只要把几个关键变量 给它定出来 那么你就可以直接套模型 在实物中就比较好用 那现在我们来看 这个二差数的期权定价模型 这个我们书上啊 它也给了这个有关的 这个计算公式 我们先来看单期二差数定价模型 单期二差数定价模型呢 大家如果看的话 就觉得书上这个公式 看起来非常的复杂 对吧 那我们首先来注意一下啊 它这个公式里面啊 比如说我们这个U 是吧 其实U呢 它指的是上行乘数 是吧 这是一个代码 它指的是一个上行的乘数 那这个上行乘数 怎么来确定呢 就是利用我们前面那个1 加上一个股价的上升百分比 比如说我们在前面说 我们这个股票价格会上涨40% 那它的上行乘数 这个U就等于1.4 是吧 那么同理这个D呢 它只是下行乘数 我们给它称为下行乘数 因为U up 上走的 D当往下走的 那么这下行乘数呢 我们是用1减去股价的 这个下降百分比 是吧 它前面是上升的百分比 对不对 那这个是1减去股价的下降 这是我们谈的这个U和D 然后这个里面这个R呢 我们指的是什么呀 是要给大家强调一下 我们指的是无风险的 而且呢 我们指的是7利率 因为这个期权 它不一定是一年到期啊 经常可能我们考试时候 告诉你说半年啊 或者三个月到期这样的 所以这个R指的是 无风险的7利率 那么这几个代码有了 我们说这个公式 然后直接背 不太好背 我们看怎么去理解它 主要理解以后 其实这个二差数的 这个单期二差数 就是我们前面谈的什么呀 分险中性原理 它可以说就是我们前面的 分险中性原理的应用 然后呢 我们前面的分险中性原理 大家可以跟我回忆一下哈 就是我们在利用 分险中性原理的时候 我们是把这个期权的 到期日价值的期望值 然后去折现 所以呢 分险中性原理的关键 是要求这个概率批的 对吧 我们有了这个上行概率批以后 然后 折现去算 是除以1加号 无分险的期日率 这样去来的 这是分险中性原理 那么为什么说 二差数模型是属于 这个分险中性原理应用呢 我们可以回忆在前面 给大家介绍的啊 我们说这个概率批怎么确定呢 因为我们认为投资人呢 就是按照分险中性原理的思想 他认为投资人只会获得 无分险的收益率 对吧 我只会获得无分险的这个期望不好率 所以无分险的这个期日率 就应该等于我的上行概率批 乘上一个上行收益率 那现在大家来看一下啊 股票上行收益率 我这样写行不行 就是说这个上行收益率 我写成U-1 你要注意我们谈的U是1 加上股价上升百分比 对不对 那你减去1 那是不是就是我们的股票的上行收益率 是不是这样啊 然后我们再来看 再加上一个1-P 乘上一个股价的下行收益率 大家看下行收益率 我这么写可不可以 我用D-1 大家看可不可以啊 因为我刚才已经说了 我这个U啊 指的是上行成数 是用1加上股价的上升百分比 所以这个股价上升百分比 不就是U-1吗 而我们说这个股价的下降百分比 如果是要考虑收益率是负的 所以负的下降百分比 你看是不是就是D-1啊 所以如果是这样 我们就可以带入我们前面那个分险中心原理那个公式 就是无分险的欺利率等于P乘上U-1加上E-P乘以D-1 然后我想让你求这个P 那你可以看一下 你解一下方程 我就可以得到 我这个P呢 就等于E加R-D除以U-D 实际上是根据这个我们前面的这个分险中心原理公式推出来的 然后你要想让我求下行概率 你就E-P 那E-P的话 那你可以看一下 它实际上就是U-D分之U-1-R 是吧 那要是这样的话 其实你看我们这个公式里面 这E加R-D除U-D啊 其实就是我们谈的所谓上行概率P 而这U-E-R除U-D呢 就是我们谈的下行概率E-P了 那么如果把它变成P和E-P以后 你看它这个公式 它不就是我们的分险中心原理的公式吗 P乘以CU 加上E-P乘以CD 分母统一都除的是E加R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就很好记了 对吧 所以实际上这个单期二差数啊 它其实就是我们这个分险中心原理的应用 只不过这里面有些代码 你知道什么叫U 什么叫D 对吧 然后这个上行概率下行概率 其实我们说还很好记 是吧 就怎么个好记法 大家可以跟我来想啊 你看我们在前面讲了 这个UP 我们用U表示上行 用P 就是我们这个D啊 用D表示下行 比如说U减D 上行减下行 分母 U减D 这个没问题吧 那现在我告诉你啊 如果我想要你求上行概率 那你就记住 上行概率怎么记它呀 你就记住U减D比上U减D 然后呢 分母别变 那么你把这个U 给我变成U给我变成一加上R 一加R 我用R7吧 为了避免你老忘 一加R 那就变成了我们的上行概率了 那我们再来看下行概率怎么记 还是这样 U减D 比上U减D 对吧 然后呢 还是分母不变 那么如果我想要你帮我算下行的概率 怎么办 那我的下行概率分母不变 然后呢 我把这个分子的 因为要求下行概率 你就变成分子的D 给我变成一加R 对吧 变成一加R 这样一来 我的下行概率就有了 对吧 同样这个R也只是R7的 所以你看 这是很好记啊 而且我们没有必要被下行概率 因为下行概率就是一减P嘛 所以你只要记住上行概率 那你就记住我刚才给大家的方法 U减D比上U减D 上行减下行 但是我要让你求上行概率的时候 把分子的那个U 给我变成一加R 就可以了 是不是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单期R差数 所以你看我们书上那个例题 是吧 他我 你看我们前面已经用了复制原理 分显中性原理 那现在呢 我们想要你用 这个二差数模型 对吧 那首先呢 我们要先把这个U和D得到 大家给我先看U U是等于1加上上升百分比 那就是 1加上33.33% 所以我可以得到是1.33 33 是吧 然后D呢 是等于1减去下降百分比 就1减25% 所以这样一来就是0.75了 对不对 然后无分显的利率4% 因为我们是6个月的 所以我的期利率R是不是2%啊 对吧 所以我的这个R 期利率 是2% 所以如果是这样 那么我们想要你求上行概率P 这个P呢 我刚才说U减D比上U减D 是吧 那我这个分母的U减D不变 1.33 33减去D 0.75 分母呢 把U变成1加R 所以1加R 1加2% 减D 0.75 这样可以把P得到 那你可以算一下 那这个上行概率呢 你算出来结果等于 0.4629 其实和我们在前面 就是分显中性原理结果 一定是一样的 所以这个既然有了 那我们的计算就非常简单了 对吧 那我们在前面 我们这个已经谈到 就是我的这个CU 是吧 是14.58 然后CD呢 是0 所以现在您可以看到 我这个 就是1加R减D 除以U减D 是等于0.4629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你就把这个乘上一个 0.4629 这个呢 乘上1减去0.4629 其实 这个0都无所谓的 对不对 然后你除以一个 1加2% 那这个不是和我们前面的 分显中性原理完全一样吗 是不是 这是我们书上的例题 那么同样我们在前面 谈的这个例子 我们也看一下 我们利用单轻二差数 和我们这个复制原理 分显中性原理 其实一样的 对吧 那只不过像我们这道题 也是U等于几 U是等于1加上40% 所以1.4 那我的下行乘数D呢 是1减去30% 那就是0.7 对吧 然后R7利率 它是4% 所以这样一来 那你让我来求的话 因为我们刚才已经算出来 就是我们这个未来的CEO CEO呢 是要赚差价是7块钱 因为它会上涨40%嘛 那是28减去21的话 那么就是等于说是7块钱 对不对 然后呢 我们的CD呢 是0 这是我们前面谈的 那你现在要求的话 我要让你求C0 那不就是用我们的这个 相当于是CEO 这个7 是吧 乘上一个 我们的这个上行概率 那我的上行概率怎么求呢 1加R减D 1加4% 减D0.7 比上一个呢 U减D1.4 减去0.7 这是我们上行概率 然后呢 乘上一个呢 我们的这个7 是吧 然后呢 给它除以一个 1加R 对吧 就相当于就是把这个整个 是吧 我们给它除个 1加上2% 实际上就可以 是吧 因为这个CD是0嘛 所以你把这个CD 0乘以1-P 除以1加R 那个无所谓了 那除以1加R 那这个R呢 实际上4% 就除以1加上4% 那这个算的结果呢 就是和我们前面讲的 复制原理啊 还有这个 分险中性原理 都是完全一样的 是吧 所以都是3.27 这样的 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单7二叉数 那么大家看 对于单7二叉数 其实就是一个 复制原理的应用 只不过呢 就是我们 会模型化 就求那个 上行概率P的时候 不用去解方程 我们就直接用 我们的公式 1加R减D 除U减D 就可以把 上行概率P 给它得到 对吧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两7二叉数 这个两7二叉数 它基本原理呢 它实际上就是 把这个单7的模型啊 给它分成两7 就是你看我们书上 那个例题 是6个月到期 但是我们就觉得 这个6个月 从现在去预测 6个月以后的 股票价格变动 这间隔时间太长了 所以我想把这个期限呢 给它缩短 就是每3个月一期 是吧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呢 就变成了两7了 然后我们这个 两7二叉数 它实际上就是单7的 模型的一个 两次应用 这个怎么去理解它 我们可以来结合例题 书上例题 我们一块来过一下 它还是利用我们书上 那个前面的 例7到10的数据 但是把6个月呢 分成了两期 每期三个月 变动以后呢 你看股票的当前市价 这个不会变 这个还是我们的市价 是50块钱 对吧 然后呢 就是执行价格 X还是52.08 每期的股价 大家注意这块有问题了 每期股价的变化 它变成了上升22.56% 我们前面说是上升33.33% 它这块变了 对吧 有可能下降18.4% 我们前面下降25% 那么这块 其实要给大家一个提醒 也就是说我们在 其实在实物中 这个股票价格 未来的波动 并不是说你随便波动的 你要符合 它这个股票自身的分析 这个实际上是要算出来的 但现在我们就给了你了 是吧 就比如说给了你 以这条件就告诉你了 那么既然给了我了 然后我们看无分钱的利率 因为我们年利率是4% 那么我们三个月的期利率 就是1%了 那么我们如果按照 两期二差数 我们怎么来进行 首先我们要建立 这个股票价格 两期的变化 那么什么意思呢 比如大家看 我们给大家建 这个股价二差数 就是我们原来 是比如零时点 然后我们是 书上那题 六个月到期 是吧 六月末 那现在我把这中间 给它分成三月末 这块有一个点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就想要你建立 这个股票价格的 这个二差数 那这个建立二差数 大家可以跟我来分析一下 比如说 我们先这么来考虑 比如说我现在股票价格 是S0 那么我们 未来股票价格会上涨 大家看一下 这个SU 如果让我算 这个SU 怎么算呢 我可以用什么呢 我是不是可以拿这个S0 乘上一个上行乘数U 就得到我的SU 是不是 然后我们再往下走的话 比如说SD SD的话 怎么来算呢 它就是用你的股价 S0 乘以1减去下降百分比 实际上也就是 S0乘以下行乘数D 是不是这样 所以这个SU SD我们都很好办 对不对 然后我们记得看 我们以SU为基础 我们往上再走 往上再走的话 比如说往这样来写 大家看 就是再上行 用SUU表示 那怎么来算呢 那就应该是 以S0乘U为基础 那我们就要再乘个U 所以它相应是S0 乘U乘U 是不是这样 然后但是呢 我们这个呢 也可能往下走 那这个往下走 比如说我用SUD来表示 那它的计算是什么呢 就是S0乘U为基础 但是呢 我要往下走了 是不是再乘个D啊 所以呢 就成了S0乘U乘D 对吧 这是这样的 那现在我们再来看 如果是以SD为基础 它要往上走 它要往上走的话 相应是以S0乘D为基础吧 你要往上走 是不是得乘个U啊 就是S0乘D得乘U 那你S0乘D乘U 和我刚才呢 是乘U乘D 是不是同一个数啊 所以大家看 为什么这个两个一定是相交呢 就是什么意思呢 也就是我们在算这个SUD这个时候啊 就比如说你以它为基础 那我应该是 因为这个SU本身 我们刚才谈了 是用S0乘U来的 对不对 那你现在往下走了 就S0乘U再乘D 对不对 那我底下这个SD呢 这个SD它本来是S0乘D的 你要往上走呢 再乘个U 所以先乘U后乘D 和先乘D后乘U 实际上是一样的 所以这块一定是 他们俩是一个共同的点 是吧 这个点一定是共同点的 然后它要往下再走 那就相当于是SDD了 什么意思呢 就是以S0乘D为基础 我得再乘个D 是不是啊 所以它就是 骨架二叉数是这么来的 是吧 就是我们这个 SUD和SDU 实际上是一样的 对不对 只不过一个是先乘U 后乘D 一个是先乘D后乘U 这是我们谈的骨架二叉数 那现在我们来看 就是它这个期权的二叉数 那么我们要注意一个问题 因为我们讲的是欧式期权 那么我们现在都给大家 签证是欧式期权 我们后面要给大家再解 美式怎么办 欧式期权 那么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对吧 所以你要把握一点 我要挣差价 那么挣差价只能在什么时点 在到期日 所以在最后这个时点 我是要挣差价的 如果超过行权价格 我挣差价 第一它我就取零 所以欧式期权 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那么这个CEO和CD 能不能够用这个 比如CEO 我可不可以拿ICU-X呢 不可以 因为欧式期权 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所以你要想让我们来求 这个CEO的时候 怎么来求呢 那你只能是把这个CEO这个指标 给它 乘个上行概率P CEOD呢 我乘个E-P 然后求期望值 加起来以后 然后 则限 来求CEO 这是CEO的计算 那么同理CD呢 也是这样 对吧 实际上什么意思呢 就比如说我们以期权的二差数为例 我们这是零 然后中间有一个三个月 然后是六个月 那么对于期权的话 它的这个价格 是吧 也就是说 比如说我说我这个CEO CEO可不可以拿ICU-X呢 我们说绝对不可以的 对吧 然后CD也是 不是看ICU-X的 那么这个CEO的确定是 依赖于我们到期日的 也就是说我这个CUU的计算 它是可以考虑正差价 用SUU减去执行价格X 这个可以的 对吧 然后CUD 也是这样 你要考虑啊 取这个最大值 是吧 MAX的 看一下这个 SUD 减X的差额和0 哪个大取哪一个 那像一般来说啊 我们刚才也谈了 因为那个SUD和SDU是一样的 所以它这个一定是焦点的 那么CDD呢 通常都是0了 一般就是0了 已经连续下跌了 还是这样 所以 那么当然原理你也要严谨点 可以按到我们书上 比如MAX 然后你就取最大值 就是SDD 减X和0的最大值 上是这样的 那你看我刚才讲的CEO的计算 它是用CUU和COD求期望值 那现在我想知道你CDD怎么来的 CD也是一样 不能挣差价 对于CD的计算呢 它就是要把这COD 乘上上行概率P 然后CDD乘上1-P 然后呢 加起来以后 择限求期望值 1加上R7 是这样 所以我们对于 CEO和CD 它都是利用它后面的 是吧 就有关 这个 就是到期日那个期权价值 然后通过求 它们的期望值的限值来得到 然后这个有了以后 我们看怎么求C0呢 那就是这样了 CEO CEO因为已经有了嘛 你再把CEO给我乘上上行概率P CD再乘上一个1-P 然后也是 加起来 然后给我折线 从后往前折 按照无分险的期历率去折 这就是我们两期二叉数 两期二叉数就给大家强调 只有在到期日 你可以挣差价 然后前面的那个10点 那么都是通过求期望值得来的 那我们来看我们书上这个例子 那么我们这个在前面已经算出来了 是吧 就是你像我们的S0是50 是吧 然后我们这个SU 因为它是股票价格会上涨 他告我的就是一个我们 我们就看它会上涨22.56% 是吧 降的是18.4 所以其实这个61.28 就是用50乘以1加上22.56% 是吧 然后我们的SD 就是用50乘以1减去 像百分比这样得来的 然后呢又进一步 它又是这样得到 那么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是SUU 是吧 那我们这个呢 然后是SD 这个是SUD 这是SDD 这个我们已经得到了 那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 只能是在到期日挣差价 因为我们知道立体 它告你是已知的 我的执行价格是52.08 那我们可以看到 只有SUU呢 是比52.08是高的 所以这样的话 我的这个CUU的计算 其实就是用我们的 这个SUU和执行价格 去做差价 得到23.02 而CUD和CDD呢 我们都不行 全是零 所以这个有了以后 我现在想让你求CU 那大家看一下 那我的CUU的计算 是不是就应该是用 23.02 乘上上行概率P CUD 乘1减P 这都无所谓 都可以不管它了 加上以后 去帮我折线 那么这个期利率呢 因为是三个月一期 所以应该是除以1%的 对不对 而且关键在于 这个P怎么求 那这个P的计算呢 我们实际上 就可以套这个公式了 对吧 因为你可以看到 我们现在这个 有关U和D 都可以得到 对吧 那像我们刚才这个立体 我们可以来看一下 如果让我求U 我的U就是 1.2256 然后D呢 1减去 18.4%的话 那就是0.816 那U和D有了 我想要你求 上行概率P 那你P的这个确定 那就可以用 分子1加2 1加1% 减去0.816 对吧 除以一个U减低 1.2256 减去0.816 对这个P就可以得到 那这个P有了 那你想一下 我们这个 求CU 就可以得到 而这个CD呢 大家可以看 CD 往上走是0 往下还是0 那你想你把这个 后面到期的 两个0 则线 是不是还是0啊 对CD都不用算 因为它后面都是0 然后CU和CD有了 我们求C0 又是用CU 乘以P 而且P不变 和刚才的P是一样的 把CU乘以P 再加上CD 0了 无所谓了 0乘以解为 无所谓 然后加起来以后 除以 再给它除以一个 1加上1% 就可以得到 对吧 所以你看我们这个 对于这个 就是 两期 二差数的这个计算 它实际上就是一个 从后往前推 这样可以得到 我们的期权的这个价值 所以这样的话 我们可以最后得到 我们的答案 那个C0是5.06 但这个呢 实际上是通过 就是我们讲的 就是往前择线 这么得来的 对吧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 多期二差数 这多期二差数 它和两期二差数 其实是一样的 只不过就是我把期限 就是更多一些了 是吧 但是关键在于 就是大家看 把期限给它 画得更细以后 比如说我要考虑 三期二差数 或者四期啊 等等这样的 那么这里面的关键在于 股价的变动率 怎么来考虑 你看我们刚才 谈到那个立体 你发现 单期二差数 股票价格上涨 下降的幅度和 两期二差数 都不一样了 那你现在多期二差数 你该怎么定 这个变动百分比呢 就是我们得把握 一个基本的原则 就是你在确定 它的变动率的时候 你得保证它最终 不要改变 人家这个股票 自身的风险 对不对 所以我们这个 如何来确定 这个股价的变动率呢 就是我要保证啊 你调整价格 变化的升降幅度 你要保证我的年报酬率的标准差不变 是吧 你不能改变人家自身的风险 那么把报酬率的标准差和升降百分比联系起来 我们书上给了一个公式 是吧 也就是按照这个公式来变 就是U啊 按照E的Sigma根号T来变 而D呢 和U要互为倒数 在这种情况下呢 我们就不会改变这个股票 它的自身的 这个收益率的标准差 就是不会改变它的风险 然后这里面要注意什么呢 这个E啊 实际上就自然常数 那么Sigma呢 我们指的是 该股票的这个标准差 而且是连续复利 报酬率标准差 这个连续复利有个新的概念 我们后面会讲 实际上就说 它就是收益率标准差吧 我们先这么来说 就它是风险 然后T呢 要注意是按年表示的时间长度 那就好比 比如我们书上那个例题 如果我们本身 假如说 它是六个月的 如果是单期二差数的话 那个T就是0.5吧 所以你看我们书上这个例题 前面例7到10 Sigma0.4068 这是给我们的 如果是单期二差数 我的这个T的时间长度 六个月 六个月是多少年呢 十二分之六 0.5年 所以我T就是0.5 所以你看我们 U等于E的Sigma 根号T 就是1.3333 然后呢 你把它和它互为倒数 我可以得到这个D 是0.75 对吧 那么我们在前面 谈到这个 两七二差数的时候 那么两七二差数啊 我们这个T 实际上是什么呀 就是三个月 三个月的话 那我这个T数好 十二分之三 就是四分之一年啊 0.25年 所以T呢 就是0.25了 就是我们在前面谈的 那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如果T等于0.25的话 那你这个 也就是我们前面那个立体 U等于E的 0.4068 比上根号 0.25 你可以算一下 它的结果就应该等于我们前面的 就是1.2256 是吧 因为它告诉我们说 这个变成两七以后 它是上升了2.56% 就这个22.56是怎么来的 对吧 它实际上是这么来的 是1.2256这样的 对吧 也就是说我们 这个如果变成是两七二差数 那你两七二差数 每一期 每一期的这个时间间隔三个月 那三个月就是0.25年嘛 对不对 那我们再接着来看一下 我们这个立七到十二 它还是利用我们前面 立七到十的数据 但是我把这个半年的时间呢 要分成六七了 那就一个月一期 一个月一期的话 那我这个t是什么呀 t就是十二分之一年了 对不对 因为我们那个e的sigma 根号t t是按年表示时间长度 所以我的t啊 就应该是十二分之一年 然后其他都没有变 就是把时间分成了六七 那我们按照 就是有关 这个保证我们年收益率 保证差不变那个公式 u等于e的sigma 根号t 那我们算下这个结果是 1.1246 而这个u和d是互为倒数 我可以得到的d呢 是0.8892 所以u和d有了 那么现在我们来看 怎么样来利用 六七二差数 来计算我们的这个期权价格 首先呢 我们要建立一个 股票价格的二差数 这个股票价格二差数 怎么来建呢 我们可以先看 我们书上这个 就是他给的这个表 是吧 那么他这个股票价格二差数啊 你像我们在前面给大家介绍这个 两期二差数 是吧 或者单期二差数 我们都是往上行就斜的走的 往下行就往下 这么这么走的 但是你要填表的时候啊 可不能说是斜的填表 对不对 所以在考试的时候 如果让我们去填表 那大家要注意一下什么呢 就比如像我们这套例题 这个是现在零时点 我们是分成了六期 是吧 就是一个月一期 那我们就一月末 二月末 三月末 四月末 五月末 六月末 对吧 那就说是这样一个 那么零时点的股票价格 我们是S0 然后大家在建立股价二差数的时候呢 我们在填表的时候 要把握一个规律 就是因为你不可能斜的往上走 所以我们有一规律是横行 指的是上行 所以我要想填 比如说第一期末 那我就把S0乘以U 横行乘U 我得到SU 然后呢 再把SU再乘个U 我就得到SUU 是吧 依此类推 就是你把握横行乘U 是吧 横行乘U 横行乘U 然后一直填到 填不下去了 那就为止 所以横行是乘U 然后呢 斜边 乘D 所以这样的话 我就得到SD 对吧 有了SD以后怎么办呢 横行乘U 所以往下走 横行乘U 比如说我的SUD 是吧 然后再乘U 是吧 就像于是SUU D等等 一丝类推 反正就记住 横行乘U 横行乘U 就把它这个横行填完了 然后我们再接着看 斜边乘D 是吧 那我们就是 你就记住它是个三角形 那往下走 斜边乘D SDD 有了 然后横行呢 都是乘U 是吧 你乘U 乘U 乘U 反正就把它这个填到点为止 然后斜边乘D 所以就我们再填它是个三角形 是吧 那么就说 是斜着下来的 反正都是斜边乘D 斜边乘D 是吧 斜边乘D 然后但是你填了填的时候 横行乘U 横行乘U 所以这样的话 这个骨架的二叉数 你就可以建立起来 对不对 那像我们这条例题的话 你可以自己去算一下 你像我们U是1.1246 所以这个56.23怎么来的呢 我就把它乘上一个 我这个U 得到56.23 我再乘个U 63.24 再乘U 所以横行都是乘U 然后这块在斜边三角形 这块是乘D 对吧 这块是乘D 所以就说 斜边乘D 只有这个三角形 这个斜边你乘D 然后呢 横行 全都是乘U 是吧 我们横行 在填的时候 全是乘U 乘U 乘U 这样来的 是不是 这就是我们的 骨架二叉数 只有最 最这边的这个斜边 是成定的 横行全部乘U 这样骨架二叉数 就可以建立起来了 那么骨架二叉数 有了以后 那我们要建立 期权的 这个二叉数 那么对于这个 期权 二叉数 怎么来建立呢 那我们要注意什么呀 欧式期权 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也就是说 只有在 第六期末 你可以正差价 所以大家现在 先帮我看 那股票价格 最上面那个 一大堆U的那个 101.15 对不对 那我要正差价 把它和什么去比呢 和我的行权价格 52.08去对比 所以101.15 你减去52.08 大家可以看 就是我们这个 49.07 对吧 这个实际上 怎么来的呢 就是我刚才谈的 是吧 用我们前面 这个101.15 减去52.08 对吧 我一看 49.07 然后呢 底下呢 我们有一个 79.98 这个 这个是这样 那我这个79.98 也是比52.08 要高的 所以我正差价 27.9 然后你接着看 我们上面 这个还有一个 63.24呢 是不是 63.24 也是比52.08 要高 我正差价 对吧 然后你接着看 50 50和52.08 比低了 所以我底下 全都取零 是不是这样啊 所以就是我们 最后一列 是正差价 那么这个38.204 怎么得来呢 就是大家可不能说是 用我们前面 这个89.94 减去52.08 是吧 因为欧式期权 只能在到期日行权 那我这个38.204 怎么来呢 就是利用期望值 那大家可以看 像我们这个题 那我这个38.204的计算 是利用它 它的上行是 就横的 49.07吧 那应该是把 这个49.07 然后乘上上行概率P 然后再加上一个呢 我们下面这个 说好 27.9 27.9 乘上一个下行概率 1减P 然后再除上一个 1加上期利率 那我们的年利率是4% 然后我要考虑月利率 除以12 是这么来的 另外我还得有概率P 那我这个P怎么来做呢 因为你看我这个 已经有了上 就是我们的这个上行概率 呃 我们先看啊 我们已经有了上行 我们已经有了上行 乘数是1.1246 那我这个上行概率 比如说我这个表里面 这个0.48 48是计算出来的 对吧 应该是用1加 R减D 除U减D 就是1加上多少呢 4%除12 1加R 减去我的D呢 我们说是0.8892 8892 1加R减D 除以U减D 那我们的U呢 那就是1.1246 对吧 这个上行成数是1.1246 然后减去0.8892 所以这样一来 我就可以得到 我这个概率是0.4848 是吧 就是它的上行概率是0.4848 所以比如说这个P 是0.4848的 对吧 那这个是0.4848 所以我就可以得到我们 这个38.04 所以这个38.04的计算 是这么来的 对吧 那我们再来啰嗦一点 那我们再来看 这个19.21 又是这么来的 那大家看 19.21对它来 它的上行是平行的 它的上行是27.9了 那就是27.9 27.9 乘上一个上行概率 就是我这个0.4848 然后再加上一个 那么大家看 对于这个 我这个19.21 这个这一格 它的下行往下走 是11.16 对吧 那就是说 11.16 乘上一个 1减去0.4848 然后你给我除一个 1加上七粒率 4% 除12 这样就可以得到 我们这个19.21 是吧 等于19.21 所以是这么来的 对不对 同理像5.39 也是它的横行是什么 是上行 所以它要把 11.16乘以P 再加上0乘以减P 然后除以1加上 那个七粒率 是吧 然后底下的话 因为它不管上 而且都是0的 就全是0了 然后呢 我们再来看 那如果我这个 问你28.24 又怎么来的呢 是不是一样道理啊 那这个28.24 就是用它的这个 上行 38.04乘以P 好 它的下行是 21乘以1减P 除以1加上 这个七粒率 得到28.24 依此类推 都是从后往前推 只不过就是 七处多了以后 它比较麻烦 对吧 但它是求 期望值得来的 对吧 这是我们谈的 有关这个 多七二叉数 是吧 那么考试的时候 大家不用担心啊 老师要是考我 这个多七二叉数 这考个六七 那我们就惨了 一般来说 它考我们 顶多考你一个两七 那么 但这个 就是这个 计算的规律 大家得把握 我们现在结合一个例子 大家可以跟我来看一下 说假设 A公司的股票 当前市价 40块钱 有一份以该股票 为标的资产的 看涨期权 执行价格 40.5 到期时间是一年 又根据股票 过去历史数据 所测算的 连续负利 报告率 标准差 0.5185 无分险利率 每年4% 那你就想利用 两七二叉数的模型 来确定 看涨期权价格 首先 大家看第一问 他说 如果保证 年报酬率 标准差不变 让你求股价的 上行陈数 和下行陈数 那我们这个 上行陈数U 我们要按照 E的Sigma 根号T 像这条例题的话 Sigma 他已经告我是 0.5185 而这个T呢 由于是 两七二叉数 一年 每一期 就是0.5了 所以这个 是根号0.5 应该是这样 那如果这样 大家说 老师要考试 就要这样的话 我要没带 多功能计算器 可就惨了 是吧 这个呢 实际上一般来说 考试他如果要 考我们的话 他就会给出你 E的这个 密词方 那个表 对吧 这个大家放心 就考试会给出 他这个相应的表 我们会查表 就可以 是吧 这是我们谈 就是说这个 上行陈数 这一块 大家就是 平常做题的话 你可以用这个 比如多功能计算器 E的密词方 是吧 或者你用 Excel里面的 那个插入函数 里面的那个 EXP函数 都可以得到 但是考试的时候 一般都会给我们的 所以这个U是这样 然后D呢 我说D和U要互为倒数 E除以U 这样就可以得到 所以第一问 我们说 就是利用公式 可以把U和D有了 这样我们主要想说 第二问 就建立两期 股价二叉数 还有两期的 期权二叉数的表 那你可以看到 他这个表 实际上是 给我们了 那我们看 怎么来填这个表 那我们来看 怎么来填这个表 那假如说 我们先用一下 我们这个后面算了一个答案 就是上一头U 是等于E的Sigma 根号T 那我们算下来 这个结果是 1.4428 然后这个D呢 是0.6931 是吧 那这个大家 就是我们也给大家讲 我们以前曾经考过 这样题 就如果要是真的 想让你利用 这个复杂的公式 来做的话 他就会给出你 E的 就比如说考试的话 他就会 让你去查一个 这样的表 比如说E的这个 Sigma 根号1 还有这个 相应于E的Sigma 比如说根号 比如0.28呀 E的Sigma 0. 根号0.7 或者E的多少 就是他给出来 这样一个 那这样的话呢 你就可以通过 查这个表 你就去找 它实际上就是 你得要自己知道 那个T应该怎么算 然后我们可以通过 查表可以得到 对吧 那现在我们可以知道 是1.4428 然后D和U 互为倒数 0.6931 对吧 那这个有了以后 我们现在就来看 怎么来填它这个表 首先呢 因为它总共的是年 到期日是一年 所以这块呢 就是0.5了 对吧 那我的股价二差数 当前的股票市价呢 告我是40块钱 所以我们在填表的时候 我们给大家强调过 横行乘U 所以在填的时候 把它要乘上U 是吧 得到我这块数 然后再乘个U 就得到这个数 但是斜边乘D 也就是说 这块在填的时候 你要乘的是D 是吧 这样得到这个数 然后横行呢 还是乘U 是吧 然后在这块 在斜边乘D 所以这样就可以建立 所以这个股价二差数 应该这么来填这个表 对吧 就比如说 我们看一下 我们后面这个答案 就是这个57.71 实际上就是拿我的 40乘以1.4428 是吧 也就是说这个 我们是用40乘以1.4428来的 然后83.21呢 就是用相互于 拿这个前面这个数 你就连乘就行了 乘完一个取两位数 乘完一个两位数 那大家可能会觉得 老师要是考试的时候 我们要保留两位小数 我是不是用 是用57.71去乘 还是说用40乘两个U 你就用连乘 因为计算器嘛 你就连乘 当于是乘个1.4428 然后再乘 你就连乘U就完了 因为它这个考试 给我们答案 都是用Excel来的 结果是最准确的 而且通常我们考试不会由于小数尾差来扣你分 所以你就把握横行式乘U 但是斜边 这个你像这个27.72 这个72 这个怎么来的 那这个27.72 我们是拿40乘上一个 0.69 6931来的 对吧 所以它的斜边是乘D 横行式乘U 只是这样 然后这个有了以后 那我们现在来看 这个股价二差数有了 我们要考虑期权二差数 由于它告诉我们这个行权价格呢 是40.5 所以这样一来的话 大家可以看 我们就是 欧式期权 只能再到70行权 所以这个42.77呢 我就是把这个83.27 是吧 相当于我把83.27 然后减去这个40.5 这样得到 是42.77 但是底下呢 都是不行权 然后我们看这个18.28 怎么来的呢 就是用42.77 要乘上上行概率 那这里面就会有一个 怎么来算这个上行概率 对吧 那这个上行概率 因为我们已经有了 这个U和D了 所以我们求这个上行概率P的话 那你就用这个 我们好记的公式 1加R减D 除以U减D 但这个R一定是要考虑期利率的 就是你要 这个多期二差数 每一期那个间隔的 所以像我们这样例题的话 就是1加上一个 它给的我的无分险的利率 它给的是4%嘛 所以这样一来 那我就是1加2% 减去一个D 就是我的0.6931 对吧 比上一个U减D 1.4428 减去一个0.6931 那我这个概率P有了 那就好办了 那我求这个18.28的时候 就是拿42.77乘以P 再加上0乘以减P 除以1加上2% 得到18.28 这个就是0了 那么7.81呢 是拿18.28乘上概率P 然后再加上0乘以减P 也是除以1加2% 得到7.81 所以这个表你就可以把它填出来 对吧 所以这是我们谈的有关 就是对于两七二差数 这样来确定 当然这个概率的这个计算 如果你想用分险中性原理 没问题 对吧 但是我们其实已经有了U和D了 你就用1加2减D 除右减D就可以得到 这是我们谈的二差数模型 大家需要注意的